当吴一郎恢复记忆 毒蛇程度简直无人能敌 他几班纹后 他感觉自己状态极好 什么上弦之舞 他连无惨都能砍漏 被小乔的玉虎非常不爽 嘲讽吴一郎毛都没长齐 根本无法理解他高贵的艺术 短手短脚的穷酸人挥的刀 根本碰不到他的脖子 吴一郎反击 玉虎该不会是在说自己吧 说着他歪头仔细端详了一下玉虎的胡 你这胡他不对称啊 效果拔裙 玉虎被弃得青筋炸裂 破口大骂 当场掏出十只胡 让吴一郎看 你才不对称呢 你全家都不对称 血鬼术 万滑空链鱼 一万只毒鱼 如同浪潮一样冲向吴一郎 挟着呼吸六只行 月之狭消 极大范围的攻击斩击 将一万只毒鱼全部斩杀 玉虎有点慌 但问题不大 被砍成两半的毒鱼 会喷舍出渗入皮肤的毒血 只要沾到一点 必死无疑 挟着呼吸三只行 狭散的飞沫 却没想到吴一郎再次运气 利用旋转 将毒血全都弹开了 玉虎震惊之际 那闪着寒光的日轮刀 已经砍向了他的脖子 但可惜砍掉的 只是一张退下的皮 玉虎的本体盘踞在树上 显现出了他真正的心态 玉虎对自己在湖中 惊念而成的完美身材 非常得意 吴一郎则是以沉默应对 太丑了 丑得他眼睛头 玉虎瞬间出现在吴一郎身前 挥起拳头朝他的面门砸下 吴一郎跳到树上躲避攻击 只见他被玉虎擦到的胸口衣服 突然变成了几只活蹦乱跳的鱼 玉虎在树下吹嘘着他完美的神之手 能将碰到的一切事物 全都变成活鱼 还有他柔软而弹力的身材 带来的速度 吴一郎低着头没有回应 就在玉虎以为他是因为害怕 而瑟瑟发抖时 吴一郎突然抬起一张嘲讽脸 再厉害的攻击打不中 不就没有意义了 回想起来那翻腾的怒火 他亲眼看见自己哥哥的身体腐烂身躯 自己也逐渐被蛆虫啃食 他看到了死亡的深渊 万幸天鹰及时赶到救下了他 他虽然失去了记忆 但是他的肉体还记得 致死都不会消散的愤怒 为此他不惜偶血的锻炼自己 只为了消灭恶鬼 将他们赶尽杀绝 而玉虎也拿出了他的真本事 血鬼术镇杀鱼灵 玉虎以极高的速度反复跳跃 并利用光滑的鱼鳞 让自身的行动轨迹难以捉摸 他叫嚣着 要将吴一郎的脑袋拔下来 装上鱼头 然而他的爪子 在碰到吴一郎的瞬间 吴一郎的身影 如同云霞一样消散了 霞着呼吸气之形 龙整片林子 都被浓重的霞悟笼罩 玉虎明明能看到吴一郎 但每次攻击 却只能摸到他的虚影 霞悟之间 吴一郎正面提刀向玉虎走来 为什么你会觉得 只有你自己 没动真格的脑 擦身而过的瞬间 热轮刀划过玉虎的脖子 玉虎甚至都没反应过来 发生了什么 直到脑袋落地 才冒出一头冷汗 不可置信的尖叫起来 他居然会输给一个 毛都没长齐的小鬼 脑袋一下的部分 不停的蠕动着 玉虎对着吴一郎破口大骂 他可是比人类这种低等的蛆虫 更有价值的高等生物 居然敢砍断他玉虎大人的脖子 吴一郎听都不想听 灰刀将玉虎的脑袋 砍成碎渣渣 赶紧下地狱去把渣子 主公曾经告诉他 想东西不能太死板 如果有毫不迷茫的自我 就能让双脚鼓足勇气 屹立不倒 如果知道自己是谁 茫然困惑就会统统消失 没有一只鬼 能从灰落的刀扔下 侥幸逃生 战斗结束 吴一郎脸上的斑纹消失 毒素开始作用于身体 虽然很想赶去支援炭治郎 可惜下一秒就脸色发青 口吐白沫地倒在地上 铁学森急得六神无主 而钢铁种 虽然还在专心致志地磨刀 眼看吴一郎 就要被自己的口水呛死 小铁的声音突然传来 让吴一郎侧握着休息 铁学森回头一看 胡儿都差点吓飞了 小铁少年的亡魂出现了 妈呀 小铁白手说 自己还没死呢 胸口的血 是他手上的伤口沾上去的 他怀里 一直都装着炭治郎给他的 炼狱大哥的刀饿 炭治郎说要用在新刀上 也多亏了刀饿 把他挡下了致命伤 回忆起那个热情似火的大哥 吴一郎忍不住 流下了眼泪 恍惚间 父母都围在他的身边 看一切都很顺利吧 有一郎也握住弟弟的手 面露微笑 你很努力了 上弦之舞 被吴一郎呆傻 但炭治郎那边的情况 却不容乐观 赠鬼的五头目龙 让他们吃尽苦头 炭治郎甚至没来得及攻击 就被音波击中 骨膜破裂 倒在地上站不起来 不仅如此 赠鬼还能使用 喜怒哀乐四只鬼的力量 蜜豆子和玄米 双双献个苦战 而炭治郎也伤到了一只脚 到处逃窜 攻击实在太密集 他甚至都没时间调整呼吸 本以为只要逃到攻击范围之外 就能想办法反击 却没想到 赠鬼再一瞧身后的骨 木龙嘴里 居然伸出了更小的木龙 伸长后 眼见哥哥被整个吞下 蜜豆子急了 但却始终无法挣脱 炭治郎即将被坚硬的木块挤压至死 一道身影出现在月下 蜜蜜的软刀 犹如一把鲤鲤的长鞭 瞬间就将木龙切成碎块 救下了炭治郎 蜜蜜将炭治郎放在地上 安慰他做的真棒 已经可以休息了 但炭治郎因为骨膜破裂 还什么都听不见 只能对着蜜蜜高喊 那是上弦之伺 蜜蜜挥舞着软刀冲向赠轨 他会救出蜜豆子和玄蜜的 蜜蜜的软刀